由专车载着土城国小的师生到书店 而且店子公司员工分组 陪着每位学生来挑选书籍以及文具 不仅出钱 而且用实际行动 关怀偏向的学生 书店配合提早营业 让学生能尽情选买喜欢的物品 这是草囤在地一间企业 从之前捐赠保暖背心给学校 后来发起文具采购公益活动 发现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因此延续办理 是因为我们家以后也要养狗狗 好像在今年要养 而且要养什么 边境牧羊犬 所以我会为了他 以后可能会吃到 他以后可能会老 然后就给他吃一些比较好的食物 他们这是鸡沙城塔 小爱转尬爱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小朋友在开学 第一天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讯息 要非常的开心 听说晚上都睡不着觉 一直在想今天 八百元的这个文具的礼金 可以购买哪些 开学时候需要用的一个文具 这项公益活动 获得许多企业团体热情响应 总共会邀请四间学校的孩子 每个人有八百元 能够亲自到书店购买物品 小朋友都很开心 拿着战地品分享 很多人的一个赞助的一个爱心 那希望在陪同他们的一个成长 或者一个学习的过程 能够让他们从小养成阅读的一个习惯 那不管说将来在他们这个阅读的进步 还有在他们学习的一个过程 成长的过程 能够对他们的未来的一个人生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业者在地方长期投入公益 也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做爱心 陪伴孩子快的成长 这项活动将持续搬离 希望能够照顾到草屯每间学校的孩子 记者女性脑线 采访报道